民众双手合十 来到玉佛亭前 跪拜祈福 向佛祖行礼 正确的玉佛 是以香汤尽水 从佛陀太子神像肩膀浇灌 静用慈云寺这座玉佛亭 不说您不知道 已经有百年历史 不仅雕刻庄严 庙方保存相当完整 这个慈云寺的玉佛亭 已经有101年 保存得很好 那个我们不需要说 再上油漆还是什么 亮光的 一年拿出来玉佛一次 收起来 用的时候 干部擦一擦 你看多 将来社会国保 看来 雕得非常精细 今年疫情趋缓 基隆慈云寺举办 玉佛法会 在庄严的诵经声中 信徒跟着队伍 双手合十 前程祈福 跟疫情趋务比起来 人已经少很多了 对少很多了 对对对 可能今天 可能今天是上班时间 所以人比较少一点 求身体健康 全家都平安 大家健康 很开心啊 就是因为我也有信佛 都有在学习啊 初一师傅都会来这边 念佛拜颤啊 因为虽然不是假日 可是因为也是很多人 来这边育佛 还有那个育佛的意思是说 把那个整个年的那个 我们的运气啊 贪增瓷 活着活着 我们的释下模拟 要预伙要从那个肩膀上洗下去 不能绕在头上 庙方贴心准备 一大桶的佛水 工信徒取用 这些用甘草 肉桂 及冰糖等中药材 熬出的佛水 喝了可以保平安 一年才有一次可以拿 真的很好啊 我每年都有来拿 去年都是两年 有疫情的关系啊 没有我就没有来拿 我拿一瓶要拿到高雄去 两三年都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 有煮那个 那个浴火水 可是不能带回去 今年可以 里面是柜子 还有那个薄荷 很多那个 还有什么 冰糖 很多那个 很好的中药材 去熬的 很香 很香 所以很多信众都带回去 佛诞节 信徒参加诵经祈福仪式 藉由庄严的浴佛仪式 来洗涤身心灵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道